日本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日本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 日本一开始也是跟我们一样 它是发展大众的原物料 然后它加工 像有加工型 比方说日本它的汽车行业很强 所以它的轮胎行业也很强 所以它的原料整个价值链都连串起来 我觉得这个东西这是它的优势 但是慢慢 这个产业外移 它也不能有这个问题 现在他们要发展的 属于光电材料这个系列 所以它很多转型了 开始发展高负价价值的材料 慢慢的就把这个大宗的产品的比重降低了 以前可能它的营业额占本是70 但它的获利的结构 可能是特用级的产品 占到百分之百 倒过来 特用级占7次 获利占7次 营业额只占3次 会有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日本人已经开始在发展 我想这个可能是没有资源的国家 要做的事情 那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往整个阵 我们得往整个阵 你说还去搞那个大量生产 大量应该用到原油的东西 那你没有条件 你哪里搞得过中东这些国家 所以未来应该台湾的化工业实外 应该是精品 精品精致的就是看一些高负价价值的产品 在哪里 你像台湾有这种光电产品 有IT产品 它们用的一些特殊的材料 特别是跟化工有关的 跟这个石油化学有关的 我们应该往那个地方去思考 这个讲不起来容易 这个技术的取得来源 这也带来是不简单的 你能够整个 这些程度也是一样 我们希望说 刚刚我讲的一些材料 另外就是在橡胶方面 能不能走向未来所谓的 环保性的材料 另外一个就是 所谓这个 轻薄短小 轻质化的材料 我讲轻质化的材料 我讲轻质很重量不重量 这跟节能也有关系 你像台湾如果轻质化 它这个燃料的 油的好 油耗的滴 其实它是跟环保有关系 应该慢慢往这里去发展 发展一些特用的材料 特殊材料 是可以节能 节省油 甚至于是环保 这方面往下可以发展